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经常说抗体的抗体 B细与T细是属于特异性防御机制 即是指抗腹肠病原体已经进入我们身体 已经造成一定的破坏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后期的反应 要有针对性地对抗那种抗腹肠病原体 其实走到这一步都已经比较恶劣 我们都已经感染了 所以就想想如何修复 而我们身体其实是有些早期的防疫工作 今次主要就会说 物理平章和化学平章 我们怎样去隔离病原体 不让它进入我们身体 我们就由一些past terror开始 2009年有条MC 就问以下哪些血内 以下哪些成分是有助 防止paphogen进入我们身体 以下4个都是与身体逢回有关系 而black playlist 血小板 就会引发这个black cord 即是产生血型块 然后它会是一个physical barrier 一个物理屏障 塞住伤口 不让病原体在伤口里进入 而BCD 其实就是paphogen 已经进入我们身体 所以他们才会做东西 所以这答案就是A 再看多一条DFC2015年 那条问题就问 以下哪一块是 跟这个形成血块 就是black cord 是有关系的呢 这里就试试扣连之前学过的东西 有样东西在Pasmer 血章那里 就叫做coting factor 就是凝血因子 之前就没说过是什么 就是凝血因子 当然是参与凝血的 有很多种 它们之间有很多很複杂的反应 太过複杂 大家在玩DFC的时候 都不会去理它 整个很複杂的反应 就是由black playlist 血小板去引发出来的 而过程里 也会参与 某些白血细胞 会参与 那些 connect factor 和凝血因子 一直都在Pasmer 在血章那里 它们有一个严格的机制 就是控制它 它不可以随便凝血 因为随便凝血 因为随便凝血 就是无端端的血管会堵 没有事没有干 你又走去凝血 就会有些血块 所以它是不会无端端自己有反应的 那整个反应如何开始呢 就是在有需要的时候 例如有伤口 black playlist 血小板就会做事 做些事就引发了整个反应 就令到一些叫做fibinogen 即是纤维蛋白丸 它本身就是soluble 可以用的 所以它就不会形成一个月快 而执行了反应之后 反应最终的结果 就是令到fibinogen 变成fribin 即是令到纤维蛋白丸 变成纤维蛋白 就由可以溶在水的状态 变成不溶在水的状态 当有一些纤维蛋白一条条 卡住 就会令到经过的repercell 经过的红血细胞 就困住了一块 那块就会形成血块 black cord 因为血液里面 其实最多的细胞就是repercell 所以被困住最多的都一定是红血细胞 所以就会弄了一块红色的血块 那块血块就是一个physical barrier 物理屏障 一方面封住了伤口 不让外面的paphogen走进来 乘虑而入 第二就是不让我们的血继续流出去 不会再损失我们的资源 不过如果有时 如果我们的血继续胞是肺的 它怎么死都不肯按键 这样的时候就会流血不止 病毒又会不断走进来 那我们最后就会死 由于这个课题 即是physical barrier 和chemical barrier 物理屏障和化学屏障 内容比较杂乱 我觉得大家在准备DSE的时候 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就是我们先看完相关的paph paper 然后在脑海里面大概有个印象 之后再弄个mind map 去归纳 然后记住它 我现在就会先和大家 group through一次相关的paph paper 比较近期 19年就出过一次 就是这样的matching 配对 如果大家现在不是第一次学 你都学过 那你可以自己配对一下 看看会不会做 下一本的答案你可以在这里停一停 那这个就是答案 可以自己对一下 对不对 一二年有一题 格式差不多 问一些有点像 那大家可以自己做一做 那这个就是答案 自己对一下 好 那现在mc开始 我们进入下一个部分 就是west virtual track 即是呼吸道 有个图 然后就问 以上的图上有些特征 哪些特征呢 是跟我们对抗 細菌入侵是有关系的呢 可以说 答案就是 狗赤的3个也有关系 首先如果有些 Bacteria让来 它就会被 ulC scientist非常贴住 然后有 ATP initiative 纖毛放在喉嚨上掃到喉嚨 就變淡了 如果有些掃漏了 上皮的細胞是很密集的 排列得很緊密 沒有空隙被細菌偷偷放進去 所以就算了 一模一樣的內容 在DSE2014年放進去長頭 A部分要指示細胞 分別是Celated Epithelial Cells 另外是Mulcus Secreting Cells 有星星在這裏 所以一個字都不可以錯 英文不可以串錯字 中文也不可以寫錯字 一定要適合才會有二兩分 現在就問這些特徵如何 如何避免細菌入侵 其實就是剛剛2002年的AMC 那三個答案 用完整句子寫出來 基本上剛剛考述了一次 文字大家自己看 然後我們到下一個重點 就是皮膚 在2003年有三條AMC 只有第48條 跟我們這次有關 有一個這樣的圖 在課程裏面 皮膚的構造 要不就放在身體防禦 要不就放在損失部分 要不就放在損失部分 即是我們怎樣調節體穩的部分 以這題就問 如果2 即是最表層 那個是表皮 即是一場死皮 如果那個燒傷了 我們當它沒有了 那有什麼會發生呢 你看看下面的答案 那個結構就是 1 2 3 有沒有什麼是不會發生的 5號就是血管 5號是腮血管 它燒到2號 就燒不到5 所以還未去到血管 不會流血 所以3就不會發生 所以答案就是A 然後2008年又問過一次 皮膚的哪些組織 可以防止Pathogen走進來 那皮膚的epidermis 表皮 和呼吸道的epithelial cell 上皮細胞 其實同樣都是closely packed 緊密排列 所以都是一個physical barrier 物理屏障來的 Blood capillary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不關事的 Subasis glands 皮脂線 它就可以分泌cebum 就是皮脂 它裡面是有一些物質 可以殺菌 所以它也是一個正確的答案 所以答案就是1和3 就是Boy 然後同一個主題 在Practice Paper也問過 正如剛才的解說 1和2是有關係的 而Hair毛在皮膚上 就沒有防禦細菌的功能 不過如果它不是問皮膚上的毛 而是問鼻毛的話 那答案又會不同 鼻毛是可以隔層的 連同層上的細菌一起隔 所以它是可以防止細菌進入體內的 其中一個機制 好 皮膚就先說到這裡 接著下一個主題就是 一些不同的secretion 不同的分泌物 2006年有4種分泌物 然後問哪些是chemical barrier 哪些是化學屏障 A完全沒有關係 不用理會 B是對的 Selava 退役 裡面有Lysosum 融菌 它是一個chemical barrier 化學屏障 它可以殺死某種類的細菌 即不是什麼細菌都殺到 但它可以殺到某些細菌 而除了退役之外 眼淚也有 眼淚也有 所以眼淚也是屬於化學屏障 C容D之前也說過 它是有份阻隔 Pathogen病原體 但它是屬於physical barrier 物理屏障 這題是文化學屏障 所以就不對 接著下一條 01年的60條 以哪些secretion 分泌物 可以令我們避免受感染 它這次就沒有分物理定位化學 皮膚會分泌皮脂 即是sebum 可以殺菌 胃液 Gasic Juice 裡面有Hydrocoacid 氫綠酸 也是一個很強的酸 也可以殺死大部分的Pathogen Circhia 氣管 就會分泌mucous 黏液 之前也說過是有用 頭兩個 就屬於chemical barrier 化學屏障 第三個就屬於physical barrier 物理屏障 我們看完一大堆重點之後 我們就用一個mind map 優系統去整理它 否則就一定忘記了 溫源當然沒有溫 以下會有很多字出現 我就把它分類 其實可以準備好幾個 foolish 用橙色夹夹夹夹的就是chemical barrier 就是皮脂和表皮 如果有受伤的就会流血 流血的血会凝固 会有black clotting 它也会塞住伤口 属于一个 physical barrier 一个物理屏障 第二个重点就与眼睛有关 只有一个点就是眼泪 眼泪里面有nisosin 细菌酶 是一个 chemical barrier 化学屏障 第三类就是与呼吸有关 空气流的时候就会带着一些细菌 有四个重点 之前都说过了 第四类就是病虫口入 就是和食物进入身体的途径有关 第一关就是slava 腿液 里面也有nisosin 细菌酶 第二就是最重要的 Gastric juice 胃液 里面有hydrochloric acid 细菌酸 最后为什么要选这个图 因为裙裙下面也有一个重点 在女性的vagina 阴露里面 就有酸性分泌物 可以防止很多细菌生长